要说外国歌手能有多接地气 平时看到的他们是这样的 可当他们走向舞台 竟一个比一个真实暖心 甚至街头偶遇粉丝 演唱自己的歌也是分分钟立马加入 这不以为小伙在火车站演奏 高端儿竟遇上了原唱玩人 而要说Jasmine Bieber在成名前就曾在街头卖唱 而爆火后不仅再次来到那个剧院门口 甚至在遇到同样卖唱的小女孩后 还亲自鼓励了她 要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 曾在中国歌手舞台大杀四方的杰石姐 当她走上街头 一首经典的Price Tag 不仅引起路人围观 咱就说这和演唱会有啥区别 而当街头艺人演唱One Day 一位听众竟不自觉地加入合唱 起初还以为是普通的音乐爱好者 后来才发现 这竟是原唱本人一整个惊讶住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还有一些明星 乔装成街头艺人给路人惊喜的 婚礼蹭饭五人组的毛利红 就在纽约地铁里唱嗨了 而要说韩国街头 欧运明星的几率 更是比我中奖率还高 上一秒还是素人表演 下一秒女团直接闯入 我就是好奇 这一段热舞下来 周围人怎么做到这么安静的 果然他们是人均练习生的水平吧 此时素人小姐姐还没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小姐姐还是有实力的 和对方有来有往 合作的好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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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黄老板在商场听到有人唱自己的歌 闪现到台上时 全场沸腾了 最好听 这好听 illness 要是两半人的爱 Gesetz 滚 нак à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好听好玩的音乐资讯 欢迎点赞订阅下方音乐官方频道 我们明天见啦